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是一个东北人 我是那种东北人里的弱势群体 一个酒精过敏的东北人 是有这样的人 在东北一个酒精过敏的东北人 就像是那种紫外线过敏的向日葵 就很难存活 我毕业就很快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逃离东北 得走了 到处都是酒 根本就躲不开 我家从小家庭聚餐去吃的很多饭店 都不叫饭店 叫酒家 整的我学古诗时候特别疑惑 我看怎么还接问酒家何处有 这不遍地都有吗 和我同龄的那些年轻人们 他们不光能喝 还善于表演一些才艺 我们那儿有一个非常传统 而又朴素的才艺叫 善一个 一种涡轮增压的喝酒方式 就是拿着酒瓶子对着你的嘴在那儿 我一直在思考 这个技能到底是怎么被发明的 直到有一天我上厕所 冲马桶 马桶给我旋了一个 旋完之后 他又给自己买上了 这种东西我根本学习不了 我是那种非常严重的酒精过敏 就我甚至都不是通过喝酒 发现自己过敏的 没到那一步 我是以前在东北的时候 爸爸带我去洗澡 给我点了个红酒搓 就是把红酒倒在背上 然后接着那个水和酒来给我搓泥 那天我上脸了 然后我就在那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搓之前 红酒得醒一醒 搓之后 我也得醒一醒 最后是我爸一巴掌给我三醒的 这就是三醒无声呢 你们可能也听出来 就是我不是想聊那种 特别苦大仇深的话题 我不想说什么 就是我逃离东北啊 是我要逃离我的原生家 不是 我是要逃离我的原浆家庭 也可以叫纯生家庭 升学宴上我爸端起酒杯 说来咱们走一个 我说好 那我就先走了 我离开东北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 就是想找一个和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 我是学航空专业的 就业方向是在机场指挥飞机 我的家乡根本就没有机场 我能找到最匹配的就业 就是在直播间里感谢大哥的飞机 但是当时选择的时候还是很纠结 因为留在东北至少有一点好处 就是在东北啊 你不用担心自己会被那些先进的劳动生产力替代 我家门口有家水果店 他家的西瓜至今是一头驴拉来的 我特别爱吃他家的西瓜 但是有一个我很困惑的事 就是那个老板和驴永远都只在下午出现 我从来没有在上午见过他们 我问过老板 我说哥 你为啥不上午来 上午来的话生意会好一点 他说上午来的话 那就得夜里出发了 我赶驴倒是还行 但是驴会累 他会考虑驴累 多么有驴闻关怀的一句话呀 在把人当驴用的今天 有人把驴当人了 驴的水果可以下午才拉 但是我们公司的报表 我得连夜就拉 就这个驴 我们哪个牛马不羡慕 冬天的时候 那个老板还给自己的驴披上一个电动车棉被 看看人家的行业 寒冬来的时候 老板会给自己的员工盖被 我们的行业 寒冬来的时候 老板只会说 说你春天再来 而且你们知道 给驴披上一个电动车棉被 意味着说 意味着老板有电动车 但是他还是用驴来工作 他有一个小电驴 他从来都不骑 因为他知道驴也需要这份工作 驴要是被辞退了 不光会没有草料吃 甚至还有可能会被做成火烧 真的很羡慕小驴 他虽然不是人 但是他老板是人 我最后还是选择来上海当驴了 他们给的多一点 我身边年轻人选择好像也都是离开东北 以前上学的时候 妈妈总会跟我说 说你要跟班里同学出好关系 以后到了社会上 都是你的人脉 毕业之后都去南方了 我的人脉 经脉尽断 45个同学 44个离开的老家 我们现在就在各个大城市 骑着小电驴上班 前几天我在上海 遇见了一头真正的驴 拖着比东北那头驴 多很多的西瓜 我跟老板说 这上海的驴是真累啊 他说小伙儿 这是骡子 我们大城市都用这个 又能干活 也不用操心下一代 我们这西瓜 你买点不 这可都是无子习惯 有了马亦 这个第一回来 希望大家这个 听点个人的东西 特别棒 特别漂亮 东西 就说作为东北人 在上海生活 刚开始有什么不适应吗 最不适应的是 语言嘛 他可能不太知道 你是外地人的情况下 他跟你讲护语的话 那我刚开始 听不懂那样 其他我还挺习惯的吧 饮食啊 这些东西 因为当时作为学生的话 我可能面临的不是工作 就没有太多的困扰 那可能生活费不太够花 就是物价不太一样 刚才这个Seven专门说到了 大家都会有一个想法 觉得东北人能喝 你算是能喝的吗 一般 其实我觉得东北这个 酒文化还行 我觉得没那么严重 我是觉得其实各个地方 都有特别能喝的 你有什么那个印象深刻的 喝的喝的事 原来还是觉得南方人不能喝 就是上海人不能喝 然后我95年 我考上系的时候来 我就被上海朋友给喝大了 楼梯下不去了 人有一个送餐的小电梯 人说好 五楼给你放在电梯里了 我就蹲那儿了 等一楼这电梯门打开 一看我把人地上那 粘地上的地毯都给拽起来 在底下树 我们来看一下Seven在表演之后 他获得的场内票数 我在选题上 选了我最想讲的话题 并且在我的标准里 完成度还不错 我觉得我就很满意 一 五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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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 来 我们看一下总体的排名 这就意味着Seven要进入到带定区 恭喜小佳成功晋级 选题 选题 现在只剩最后一名要出场的选手了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位朋友被淘汰 要离开这个舞台了 赵岳 你的票数是155票 所以很抱歉 你要离开这个舞台了 赵岳有什么话 想和大家分享 大家好 我是赵岳 因为我也没有什么 要跟大家分享了 因为写稿子挺难的 就是能凑到这么多 就挺好 可以理发了呀 咱们定位结束了 不能理发 不能理不理 因为刚刚让大家记住我 就是这头发一理 就不是一个人了 没事 离开这儿 只是一次短暂的告别 希望赵岳以后 在脱口秀的舞台上 还有更多更精彩的表现 同时赵岳在西安 有自己的线下演出 希望大家在线下 能够更多的支持 全国各地的脱口秀俱乐部 再次感谢赵岳 给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 带来的精彩表演 谢谢赵岳 我身上见朋友 李赵岳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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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欢的 这样你跟我跳 再见赵岳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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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还蛮喜欢岳岳的这种 就是慢条丝里的 讲一些自己生活中窘迫的事情 然后他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对待她 而且其实生活在一点点变好 我还挺喜欢岳岳的 赵岳是我今年最喜欢的一个选手 脱口秀特别好的一件事是 他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甚至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赵岳是可以被脱口秀改变的 赵岳是可以改变脱口秀的 我希望继续发光发沓下去 你在一叶梯 你好像就冲下去拥抱他了 我就是感觉很可惜 我太想看到他在这个台上 一点点去把自己的生活 把自己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讲给观众听 因为那个就是最真实的声音 那个就是最滋谱的声音 那个就是脱口秀真实的魅力 這就是他在臺上的意義 表演又很可惜 他問你 他說了很多安慰我的話 他比我難受 這個結尾是他幫我項目的 但是沒有用好這個結尾 就一段對不起他 趙岳本人反而非常的擴大 他可以再寫新的段子了 我覺得這種心態真的很棒 就今天新人不僅強 而且心態都好好的 你覺得整場比賽 你做的比較好的部分是哪裡 我覺得我沒有哭吧 我還是希望留一個堅強一點的形象 因為覺得哭很丟人 最後一位要出場的這位朋友 他實在是太熱愛舞台了 他為了要和我們分享他的選擇 他首先選擇了 放棄跳斷權利 讓我們掌聲歡迎 哈哈嫂 扭起來 這其實是一種 是一種比較街頭的說法了 就是正常一點來講的話 其實我就是一個長沙街頭的一個靈活就業人員 很明顯做說唱的不是我的人生第一選擇 其實我之前是上過三年班的 其實我之前是上過三年班的 但是我很少提 因為我總感覺這件事情在我們 街頭算是一個污點 真的 我真的 我腦迷的沒工作的 我怕說出去他們排擠我 我都能想像他們在背後說我壞話那個樣子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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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个电视台跟我室友一起实习 然后干了三年 给领导写写稿子什么的 我觉得上班怎么说 写稿子其实也没有很难 最难的是讨领导喜欢 我那个领导他不喜欢我 他的理由我真的接受不了 我那个领导他说 他说每次开会的时候 我都总是嘟这个嘴巴 不服管教 朋友们 我是一个地包天 我这医学上面叫下河前清 没有办法不嘟 我没有嘟这嘴巴 我长的嘴巴嘟嘟 你们理解吧 他不喜欢我 我真的没办法 因为我没有办法不嘟嘴巴 我唯一想的一个解决办法 就是我把我的嘴唇咬住 但如果我嘟着嘴巴 看他是那个态度有问题 我总感觉我开会的时候 咬着嘴巴看他 我感觉作风有问题 领导 我感觉智力还有点问题 他不喜欢我 有人喜欢我 我老婆喜欢我 因为我们真的天生一对 我老婆是一个天包地 你们知道吗 我们亲嘴的时候 是一个损毛结构 我平时在家 我们一般都不清嘴的 我怕小孩子拉不开 我们两个 后面领导不喜欢 我自己干得也没意思 而且后面就在我天包地的 爱奇艺吴珊珊女士 我的名字说一下 我特别感谢一下她 她的鼓励下我自己就辞职 去做自媒体了 我当时就很喜欢Hip Hop了 然后我当时那个 自媒体的工作室的名字 就叫Homie之家 我拉了几个Homie 一起每天拍点视频 但是一直接不到广告 就没有收入 不过我还是挺有干劲的 我每次就用很Hip Hop的方式 鼓励他们 每次走他们面前 我说走起来兄弟 你也走起来兄弟 我们都可以走起来兄弟 搞了一年 我真的有时候觉得 我像一个那种 疗养医院的护工 在照顾一堆的瘫痪 搞了一年 没走起来 他们走掉了 就剩了我唯一一个 后面叫黄雨龙的 他一直跟我一起 做做探店 然后拍一拍美食 我们还有一部分 收入来源 是靠直播带货 我发现真的 我的直播带货的时候 那些观众 也不怎么消费我的商品 专门消费我的长相 我只要一出镜 就有一些弹幕 at一个钓鱼的 叫邓刚的 说快点过来 这里有翘子鱼可以钓 我等一下还会说一点内容 希望大家到时候听一听 别再一直盯着我嘴巴看了 说实话 我原来写写稿子 我做hiphop 我自己写歌的 脱口秀伟自己也是写稿子 我老是觉得自己是个 文人骚客 我觉得文人骚客 直播带货 还被人叫翘子鱼 我觉得不体面 我一开始 后面我想明白了 我觉得赚钱就不寒着嘛 而且也没有规定说 文人骚客不准带货 相反 我觉得文人骚客 其实很适合带货 真的 那个李白 他真的应该是个 直播带货的天才 真的 如果李白 他开个播 八点钟 他一抹一小胡子 就对着直播间的朋友们 打招呼 家人们 欢迎来到 疯狂小白哥的直播间 五花马 天津球 忽而将出 换美酒 接下来换出的 这一款美酒 国民白酒老曾奖 万年黑土种植 一年一季的好粮食 酿出真正纯粮的好酒 谢谢大家 走起来了 接着广子了 真的 我觉得自己 做出人生选择的时候 你自己得去坚持的 因为我后面真的 就是凭借自己的坚持 我慢慢 我觉得我的直播事业 越做越好了 虽然大货还是带的一般 但是我等到了 我生命中的一位贵人 我的绑一大哥 王哥 他真的 他好宠哦 没事 他就跑过来刷点礼物 有时候感觉 我被他当QQ宠物在养 上来就给我刷钱 真的 所以我觉得人 凡事就要坚持 你不晓得有钱人是怎么可谓的 那有些人都喜欢翘臀吧 那有些人就喜欢翘嘴 那没有办法 但确实 王哥的出现 搞得我也有一点 颜值焦虑了 我从来没有的 我最近有时候会做噩梦 我的噩梦内容 肯定跟你们的噩梦内容 完全不一样 我的噩梦就是 躺在床上 我嘴巴再往回缩 我每天早上 吓得我一脑袋汗 我就去照镜子 我看我嘴巴还翘不翘 我不停地捋我这两条法令纹 我翘一点翘一点 我感觉这已经不是法令纹了 这两条事业线 你晓得吧 我现在的直播 跟一般的那些做直播的人 不一样 他们都有自己的规定的 开播的时间点 我没有的 我每次都是 等王哥给我发微信 我再直播 对 我加了他微信 我们就有时候联系联系 他一个微信给我发回来 一条云 快点开播 没有地方消费了 我摆着尾巴 我就游到直播间里去了 有时候我在感慨 所有人还在卷直播赛道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玩点播这一块了 真的每次 王哥现在来的时候 其他那些 一直叫我翘子的那些人 他也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也不购物 也不买东西 他们就在这里 每天就是在陪伴 每次王总一来 他们讲话还蛮尖酸刻薄的 王总一来 他们就说 王哥 又来赏鱼啊 王总讲话其实也挺难听的 他说他到点鱼饲料就走 但他每次说完 到点鱼饲料就走 又开始在我直播间 刷嘉年华的时候 那我只能说 子妃鱼安之鱼之乐啊 家人们 谢谢大家 我是哈哈槽 谢谢大家 通路了 通路了 太扭了 好扭了 好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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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别人不能不看啊这个 哎哈槽 王哥你确认他真人是谁 对我上来我就看见了 我翻了他朋友圈 我还翻了一下 我看他是不是对我有超越友谊的那种想法 好好好 你也不知道有钱什么口味你知道吧 然后后面他就说他就想跟我做朋友 而且很巧的是他之前 他他是自己白手几下 他没走起来的时候 他是听过我的歌的 我原来那些自媒体一点钱都没震 但是慢慢的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人会因为那个之前喜欢我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 刚才像哈槽这么做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大家尽可能的要确认他们的身份 是 即使对对方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怎么样 大老师今天的哈槽 都是一如既往的好啊 尤其是这个地包天跟的太太那个叫什么 孙宝杰哥 他是天包地 我然后两个人就是言四合份那块 我太靠谱了 我老婆很喜欢你的精致 他要我带个话 哦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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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啊 人之常情 是 还有他有你说那个嘟嘟嘴的时候 然后咬嘴唇那块特别好玩 是不是 就是有点恶心 是 但是就是在那个瞬间 我们看到了林耕心同学 林耕心乐风了 我觉得他本身就没有别的意思啊 我觉得你就自带喜感啊 可以可以 是 对啊 你讲什么事我觉得就是那种 就是你就喜欢 你就看 他就是你第二个王哥 好吗 林哥 林哥就要来了 快快 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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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波 林哥 林哥 林哥好 哎 我想问一下 刚才确实哈曹说到他的嘴的时候 大家都盯着他的嘴 说到嘴唇的时候盯着嘴唇 那个大老师你对自己的五官 五官当中的哪部分特满意 满意得别人说 咱们互相评价一下好不好 哎呦 相互点评 来 来 来 这样 大老师 林耕心的哪个部分长得你特别满意 发亮 你看这头稳都多长了 他本身长得 这五官不值得一谈是吧 这就能从头发亮 鼻子 鼻子是特别特别高的那种 刚才林耕心这么做的事我都看不见你 然后这个鼻子 长得太高了 我说 哇塞 怎么这么高啊 这鼻子 那以后永远能彻底啊 都这么录啊 镜头这么大 田宇老师第一次看什么感觉 我觉得这台风特沉稳 啊 沉稳 对 挺老练的 我觉得 另外就是很熟练 是 这个段子我讲了半年了 赶紧在舞台上讲了 我写新的东西了 因为确实每次这个段子 我都很喜欢它 其实段子就是 我讲这个段子 每个演员都是这样的 就觉得最后一趟陪它了 把它送到这里 然后我们线下就不能讲了 其实不光是哈哈槽 我们所有的这些脱口秀演员 在上那个台前 他们如果是新段子 都要反复反复在线下去磨练 然后还要在组合段子的时候 把线下最成熟的那些拿上来 但是线下的一旦拿到节目上 他们就算和这个段子告别了 其实对于所有的脱口秀演员来说 也是一个很重要 有的时候也很难的选择 对 我把翘子鱼从香江里面捞出来 丢到黄埔江了 所以谢谢通过哈曹的嘴 让我们感谢所有的脱口秀演员 把他们磨得最好的段子 拿到节目里来和大家分享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的努力 来 哈曹努力过后 我们来看一下哈曹本场演出获得的票数 我觉得有把自己的风采展现出来 然后人的状态应该也是比较冷静的那种 没有那么紧的那种 哈哈曹他的表演把我完完全全地带进去了 他上去讲了两句话 我就知道我该走了 我最初的表演 resolved 189 可以 厉害 看一下总体的排名 前三了 厉害 谢谢 我们本季节目采取的是 这就意味着我们本轮的上半场 有三位获得了报效圈的入场券 分别是KID 徐志胜 哈哈曹 祝说哈哈曹 我觉得哈哈曹是一个很带喜感的一个人 加上他这个家乡的普通话一说 我觉得更有意思 这个我孤单化了 他搞说唱是吧 很多的是现场感觉 而且就是 其实很就是很是舞台感 跟观众之间的这个交流和他自己去甄别 他这个段子什么东西好用啊 一定是一个很熟练的一个 所以感觉很好啊 与此同时 我们要和三位说再见了 三位 我感觉这场挺挺赚的 就一共就淘汰两个 然后失败感言就不会很重复 这个 简单讲两句啊 很感谢就是 什么编剧啊导演啊 就节目组啊 包括各位 就反正都都都很感谢 都很感谢 然后也不是特别遗憾 想讲的也都是这个 这个想说的内容 我觉得挺好挺满意的啊 然后 咱们就就线上节目就到这了 然后 线下肯定还得演 不管你们哪儿的观众 咱们线下见 拜拜 拜拜 再问告诉大家一下 你线下演出的名字 线下演出我那个主打秀叫 你在扮演谁 上海吗 会寻的 录完就 都来看一看 来看一看 然后那个该约的老板约一约 希望各个俱乐部的主理人想着点 谢谢 让三位在更多的地方能够活跃起来 让大家在更多的地方 看到三位的透秀表演 谢谢三位 明年更好 拜拜 加油 拜拜 拜拜 三本的这一段 因为在现场没有字幕 有些梗 它可能得通过字幕 大家才会反应关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吃亏 我觉得非常渣 而且有讽刺 有一些社会现实 我觉得还是挺可惜的 三本的稿子是值得反复回味的 它那个合适特别好 三本其实我觉得很有潜力 有那种小忽兰的感觉 因为它程序员 我觉得程序员 上班其实都有一股韧劲 然后就从写程序带来的一些习惯 不行我就改 不行我就改 然后一遍遍弄 下班了家人 现在去公司找编剧改稿 这些程序员上班的朋友就是任性非常强 白天上班 然后还能有这么多精力 再去写稿 然后精神状态也特别好 从来没看着三本就愁眉苦脸 最好 家里面是开开心心的 非常好 我反正不觉得这是一个做好哪个 另一头就兼顾不了的事 我觉得这俩事干得都挺好的 很充实 不会觉得精神上疲惫 这趟脱口秀之旅 其实没有太大的遗憾 主要是开心 反正在哪写 不是写 咱们就先写线下 然后碰到了这个什么吕博伟啊瑞瑞啊这些鸦容啊很很好的朋友 觉得来的挺好 我感觉自己进步了 感觉自己原来厉害 再问真牛 特别好 明年还会更好 我们第三赛段的上半场到这就全部结束了 好友用海天晋级要争先 接下来脱口秀的饭搭子 海天好友邀您观看本场的晋级名单 他们是KID 智晟 Ha Ha曹 忽兰 毛豆 斋山 纪业 山河和小佳 而获得报效圈 入场圈的 他们是KID 徐智晟 和Ha Ha曹 恭喜成功进入到下一轮的各位 各位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将会开启本赛段的 下半场的竞赛 下周见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同事也记得 关注微信小程序 获得更多的演出信息 这里是破口秀和他的朋友们 感谢各位 下周见 让我们来读一下婚礼祝福吧 婚礼不错 酒席好吃 就是不知道新娘旁边的男人是谁 下一条 热菜上太晚了 大侄 酒都喝完了 对不起了 大依 虽然新郎不帅 但酒选的很好 那当然了 那可是好喝不上头的 国民白酒老村长 真正成娘酒 选他不会错 欢迎大家来到朋友们和他的脱口秀 我就先让忽兰之胜毛豆屁的 来跟小家道个歉吧 来来这 道歉 我这第一次感受到观众在现场是能笑泪 因为我接过毛豆 我这毛豆有多难接 那你是没接过护兰 那你不知道今天的k的 听说前段时间 毛豆去开放麦 讲完开放麦 都要去菜市场去买菜 都没讲完 人讲一半的也下去买菜去了 毛豆是天天在做饭的 我们有时候都得劝 你那稿子你再找一找 行 我炒完了个豆腐 下一个环节 脱友人生拍卖会 轻格是一进账就说懂 天生每句话都能押韵 我出生脱口秀世家 应该是个离异家 现在我们的竞拍开始 指定一人 挑衅带鼠失去右腿 九千 果汁分你一半 我出一万 我出一万一 我的偶像陈冠希 我想不出晕脚 但是我还想竞价 谢谢你给我的爱 我出一万爱 说不出口 实在是有点难以及吃 不管谁拍到 我就希望是给忽兰可悦 弄死我得了 我天 找呀找啊 找朋友 找到海天好朋友 和他的朋友们 独家冠名播出 国民白酒 真正存粮 陪你共度快乐时光 感谢快乐酿造家 老村长久 联合赞助播出 美味取习去多多 有豆就是好取习 感谢超超超好吃的去多多取习 首席特约赞助播出 天不怕地不怕 由内到外都强大 感谢陪伴宝宝 带敢成长的皇家美苏家儿 赞助播出 找回状态 麦动回来 感谢 随时随地帮你 搞败好状态的 脉动行业赞助播出 欢迎大家来到脱口秀 和他的朋友们 有请林更新 特别理解你 我最近呢 偶尔也会被骂 是最近吗 不是最近二十多年 现在我一边工作 一边干脱口秀 虽然是有了素材 但是也有了软肋 领导浑身稀松 但是手上有权 就领导的每个八卦 听完我只有一个反应 我就知道 对方是艺人还是哀人 有时候取决于 你是美人还是丑人 当时感觉这帮极端粉丝 特别像一帮网络李逵 就是脑子里只有哥哥 和打打杀杀 你们这个行业塌房是快 我们聊的是人际关系 不是这段关系里面有人际了 这才是真正的计划生意 真的 除非完成计划 否则绝不停止生育 他不知道 我在外面还有爸爸 还有妈妈咧 还有爷爷跟奶奶 一家人整整齐齐了 一个都没时间的吧 我们来看一下 人财财兄弟的和票情况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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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h he is a record and live in friedasmine 让成长更大感的皇家美苏佳儿赞助播出 找回状态脉动回来 感谢随时随地帮你靠拜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 新疆番茄是个宝 来晚茄黄错不了 感谢茄黄赞助播出 8月20号起 每周二周三19点 会员抢先看一周 每周五衍生节目 VIP会员19点更新 SVIP会员12点更新 腾讯视频全网读播 微信搜一搜 颇有关注您喜欢的演员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线下演 腾讯指引来指引 用AI助力 每一个欢笑瞬间 叫来啦 腾讯视频会员新品 年轻人的专属套餐 腾讯视频TV版 极光TV同步播出 大屏观看更畅快 关注腾讯视频SVIP 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追剧资讯 领取SVIP优惠 首次关注 还可免费抽SVIP年卡会员哦 上微博 进入脱口秀 和他的朋友们话题页 为你心中的暴耿点赞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感谢腾讯视频 腾讯视频VIP 极光TV 腾讯视频SVIP 腾讯指引 腾讯新闻 QQ浏览器 小世界 感谢腾讯娱乐 感谢新浪新闻 三联生活实验室 中期网娱乐 千龙网娱乐 莉莉成传媒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突评团 古大白话 东东腔 雷斯林 颜红 韩松洛 黄小妖 KEK444 曾于李 通山Daily 软角沙西 水母 胡青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